《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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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六讲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讲了五天 本来我说七天 想讲了菩萨界 是不可能的事 讲了五天 讲了一半也没有 讲了百分之二十 讲了七条界 第一次来听的居士 朋友 菩萨界比较深奥 尤其是你是第一次来听的 你多数不会明白内容 通常信佛的人 最重要是三归依 归佛 归法 归依僧 在家人三归依 三归之后就受五戒 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又受五戒 这是在家居士的戒 受了五戒之后 再进一步就受八关齋戒 八条戒 又进一步 再进一步就是受菩萨戒 学行菩萨道 就要受菩萨戒 出家的人 当然 如果比丘要受二百五十戒 比丘离三百四十八戒 色叉摩罗 十戒加六法 沙尾 沙尾离 十戒 全部都要守戒 佛门是以戒定为 为 学佛的基础 如果不守戒 便谈不上学佛 即是 如果你平时的行为 你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 完全没有规约 有些事我不可以做的 有些我做得 有些我不可以做得 撒度淫妄 我只要开心就行了 我什么都可以做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生 为什麽呢 有因果报应 所以佛门最重要的一件事 告诉你 在你的思维里面 在日常 有些事你不能做得 有些事你可以做得 善的可以做 恶的不可以做 所以有戒律 如果 个人没有戒律 这个人 没有一种规约 他生活得很不快乐 如果家庭没有戒律 即是家庭里面 没有家庭的教养 任他怎样做 这个家庭将来 会导致一个 不和的家庭 这一类 我就不再说了 戒律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继续讲里面的内容 我们昨天讲到 《不教悔罪界第七》 第七是第2、第3页 《不教悔罪界第七》 我后面那两句还未说完 后面那两句是什麽呢 如前说 若护他心 若护增济 我未说完 这个戒是 《不教悔罪界第七》 即是 学行菩萨道的人 如果遇到一些 凶恶犯界的众生 你不可以 不教他 他凶恶犯界 你以亲恨心 你射离他 不愿意教他 不想教他 是犯界的 即是你遇到恶人 他犯错了 你要告诉他 哪里是错的 不可以不告诉他 你不但不告诉他 你还起亲恨心 你憎恨他 更加重 所以菩萨要持悲心 不是见到恶人 要远离恶人 即是好像在家庭里面 如果你有几个子女 每个子女都好的 有一个子女有病的 你会特别要照顾他 如果众生 每个人都行善的众生 你当然要照顾他 如果行恶的众生 你更加要照顾他 为什麽 因为他继续行恶 他受到恩果报应 会堕落 你快快从懸崖勒马 要帮助他 这才是慈悲心 但有很多情况之下 凶恶的人 暂时不可以教他 若护他心是什麽意思呢 如果 群众里面都说 这个凶恶的人暂时不可以教他 为什麽呢 个个都认为他是众此之的 如果你教他 你有机嫌 与他同流合污 你教他的时候 别人以为你 与他是 物以类罪 为了护他心 为了尊敬众人的意见 暂时不教这个凶恶众生 有他上有中人的意见 不高 最高 若护他心 我昨天还没有解释 若护他心 若护生计 什麽若护他心 如果大家都因为这个凶恶的人 暂时不要教他 大家的意见就是 如果是你教他 你有机嫌 你可能是跟他同流合污 避免这个机嫌 暂时不教他 不是永远不教 你暂时不教他 不犯 若护他心 我维护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不去教 也可以 这个是 开始的 若无增制 什麽是若无增制 如果在增团里面 制度是不要教这个人的 为了尊敬 增团里面的制度 你就不能去教 为什麽呢 因为增团里面有一个规矩 如果曾人犯了戒 他不去忏悔 不肯忏悔 还未忏悔 有一个 默奔揭磨 大家不跟他说话 不跟他说话 你跟他说话 同流合污 他不会忏悔 所以不去教戒 若护生计 若护生计 就是我们 磨兵 切磨 里面 如果他还没有忏悔 有人犯戒了 在生团里面 他不肯忏悔 他不愿意忏悔 还没有忏悔 那你不可以跟他一同 你有基贤 你同流合污 你跟他一样 那暂时 若护生计 你为了 维护生团里面的基督 你不要叫他 这是契人的 不同声闻界第八 若菩萨 于如来 波罗提目叉中 疲离 建立遮罪 互众生故 令不信者信 信者增广 同声闻学 何以故 声闻者 乃至自道 乃至不离乎他 令不信者信 信者增广 语道 何方 菩萨 第一二道 若你 初初来听佛经 你真是听得一头无水 佛经的字很浓缩 这部经 是东进的时候翻译 全部是文言古文 如果你对佛经 完全没有读过 没有学过 你看这些字 你不知怎样解释 所以 一定要学习 学菩萨 道的人 和声闻的人 有些戒律是同学同修的 是common的 共戒的 有些戒律 不可以同修同学 有些不同 不是全部同的 不过 这里就是讲 学菩萨的人 跟声闻 菩萨界跟声闻界 是有共学共修的 也有不共学的 有共的 有别的 这里就是讲 有一部分的界 学菩萨的人 不共生闻一同修的 大家不同 有些人不同 有很多都是共同 有些人是不共同的 这条字就是讲 共同的是什麽 不共同的是什麽 就是讲这个字 如果菩萨于如来 波罗提目叉中 疲离 建立戒序 互众生故 令不信者信 信者增讲 同声闻学 如果学菩萨界的人 要听这个界 于如来 波罗提目叉中 疲离建立戒序 波罗提目叉凡文 叫做Praktimoks 就是解脱 解脱什麽呢 界有三个名字 一个叫做疲离 下面说 疲离建立戒序 疲离即是界有三个名字 一个叫做 疲离 一个叫斯罗 一个叫波罗提目叉 疲离是什麽呢 是律 是法律的律 施罗是什麽呢 施罗是戒清凉 即是说你持戒的时候 你会身心清静 人是什麽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是永远充满烦恼 你没有烦恼 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个世界是欲戒 你脱离不了烦恼 如果你是没有欲戒的烦恼 你就不在这儿了 你就生天 天也有天的烦恼 唯有是 达到 菩萨 正无生法忍的境界 初果没有了我见的烦恼 二果 三果 四果 没有了我爱的烦恼 我贪 我亲 我痴的烦恼 阿罗汉 全部已经没有了我 没有了分别我执 和根本我执的烦恼 你去不去到阿罗汉的境界 所以 戒是令到你 减烦恼 你以为受了戒有束缚 我这又不能做 又不能杀生 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人 不妄议 这么多束缚 束缚着我 我不守了 你大错得错了 就是因为你不守这些戒 你增加无量烦恼 你杀生 偷渡 邪淫 妄语 饮酒 义语 恶口 两舌 自私 自利 这些就是烦恼的根源 佛告诉你 速速脱离这些烦恼 用什么对峙这些烦恼 就是用戒律 有些事我不能做 千万不要做 所以学佛的人要年轻人学起 到老你才学 惨了 你受了很多烦恼 你才觉悟 一日无常到方之梦里人 万般大不去 唯有孽除身 无常是什么 死亡 到死亡那日你才知道 修行 才知道有戒律 才知道要这样要这样 已经太迟了 所以学佛的人 年轻人要学起 但很可惜 年轻人 为了名 为了利 才识 名识 碎 在五欲里面打滚 不懂得回头 所以佛门在山门里面 叫做回头是岸 为什么 回头是什么 不要在五欲六层里面打滚 自己 反省 但是 我们在俗世里面有哪几个是反省 佛 制定这些遮罪 罪有两个性质 一个叫遮罪 一个叫性罪 遮罪是什么 遮罪 杀生 偷渡 邪淫妄语 很多这些 出家的 几百条戒 在家的五戒 八戒 这些叫遮罪 另外一个罪 叫性罪 性罪是什么 你受不受过戒 你做了这个恶事 你一定有报应 无论你有没有受过这个戒 有些人说 我偷东西 没有受过不偷渡的戒 我可以偷 我邪淫 所以我都没有受过 不准邪淫 我和我女朋友 做什么都可以 我都没有受过这个戒 你错了 杀生 偷渡 邪淫妄语 是属于性 他的动作本身有恶性 你做了这些事 决定有报应 看什么时候报 就算你不受了戒 也有报应 那些叫性罪 我记得我们时常也有一句 这句说话 大家要记住 这句说话 在家居时 要记住 行藏 虚实 自家之 和福 因由 莫问谁 你想说我将来的命运是和和是福 是怎样的 你不要去尖挂算命 不要问别人 问你自己的心 和福 因由 莫问谁 善恶到头 终有报 只因来祖与来祠 大家明白 限时 检点 平生事 静坐思量 日所为 你限时时 要检点自己 静坐思量自己的事 常摆一心 行正道 自然天理不相规 这些是我们瑜伽的教我们 佛经也有说 孔夫子 孟子 庄子 就教我们这些 你的行为很重要 声闻者 乃至自道 乃至不离户他 令不信者信 信者增广 何解 何方菩萨第一意读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共生闻修的戒 为什么呢 声闻是基督 但是也度他的 但是度他是有限度的 随分 随缘 随力度的 不是像菩萨一样 菩萨怎么样 菩萨吸红誓愿第一是什么 第一不是基督 第一是什么 众生无变 誓愿度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法门无量 誓愿学 佛道无上 誓愿成 菩萨一讲就是度他的 他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的头目 老 水 手足 都可以去救众生 但是声闻也是这样 但是它是随分随力 如果是这样 因为 声闻也不是一定之度 也是度他的 所以有一部分 我们跟声闻是同样的 前几句是讲 我们有很多是跟声闻一样 同戒同修的 是这样讲 下面 有福皆罪 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世尊为声闻建立者 菩萨不同学此界 但何以故 声闻自度赦他 应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非菩萨自度度他 应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菩萨为众生故 后面 就是讲 不共声闻修的界 为什么 因为声闻的 度众生 都是随分随力有限度 而菩萨度众生 是无条件的 无限度的 可以牺牲自己 头目 老水 手足 牺牲自己 度众生 所以 在这方面 声闻是有限的 有些界律 没有菩萨 自在 这么洒脱 所以有部份是 不共 前面 跟声闻界一样 什么叫声闻 现在缅甸 泰国的 声闻是什么 小圣佛教 菩萨是大圣佛教 小圣与大圣有什么分别 是否小圣就差一点 非也 不是小圣就是差 一样 但是大家走的路有些不同 小圣佛教 一直到初课二课三课四课 是声闻诚 声闻是从 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 菩萨是大圣的 有些 学菩萨的人 有某种界律 跟小圣的声闻一样 同修同学 有些不是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声闻诚的人 救众生导众生有限度 随分随力导众生 最主要是自己导自己 即是 小圣佛教 声闻 自己懂得游泳 自己学了游泳才救人 只是给一个举例 但大圣佛法 当他救人的时候 他不考虑自己 自己 懂不懂游泳 他就先去救人 我们从 世俗来说 你都未懂游泳 你便浸死自己 这是一个譬喻 当你忘我的时候 你才能做到伟大的事业 如果你时常认为 我先搞定自己 我先搞定自己 才搞你 你是别人 我是我 那你还有我 如果这个人仍然是有我 但这个菩萨 去到某个境界 你和我已经是融为一体 佛中华的革命烈士 他根本不当自己生死是一回事 有很多 我们世界的伟人 拋开了小我 才完成大我 如果 事常都为自己 你做不到伟大的事 只会为别人 你说菩萨是利别人的 他自不自利 声闻是自利为主 自己 度自己为主 菩萨是利他为主 菩萨是否自利 菩萨当然会自利 菩萨是妙法的 他的自利是建筑在利他方面 利他就是自利 这是妙法 利他其实就是自利 这是很妙的 要有 智慧水准 才知道为何 我帮助别人 即是帮助自己 没有理由 我帮自己才不好 为何会帮助别人 即是帮助自己 你自己想想 很简单 这句说话 你帮助社会 帮助别人 即是帮助自己 不知不觉 即是帮助自己 你不知了 慢慢想想 你自己去参考 我们上面是说 与声闻性一起修行 与声闻性不共修 就在下面 因为声闻是怎样 小作小方便 如果在如期界里 它叫做小事小业 小希望住 为何 声闻是小利 因为声闻 要远离世间 他住在山顶上 茅屋 我很清静 清静里面修行 夜晚刻 有浩月当空 清风 除来 我很舒畅 在清风山顶上修行 我不做甚麽事 很宁静的修行 小事不做事 没有什麽大事 小业 我不做甚麽 导众生的业 我每日生活简薄 我圆满托 托了我回去吃 吃完我又打坐修行 小业 它不是 帮助别人而建立帮助事业的小业 小希望住 我没有什麽 我小肉之足 我没有什麽希望 我是 我是求佛道 但我尽量减少我的希望 我不希望 做无量众生 小利小作 小方便住是什麽 小方便住就是小希望住 方便这两个事是很难解释的 你自己想想 我们现在说 你大开方便法门 其实方便是什麽 就是做很多事 你开方便之门 即是说 法师你可不可以开方便之门 让我在你的庙子住 现在方便即是 for convenience 但以前方便便不是 你要做了很多事才可以 所以 我们 戒律里面 第一个就是 轻方便 轻方便 轻方便作想 心想 景和果 方便即是 You apply all the efforts to it You have done all the work to prepare for doing the following 你少方便住 即是你都没有做到很多其他事 如果是这样 是怎样的 你就是 声门 所以 菩萨 不应该 小住小作小方便 菩萨应该怎样 千万不要小作 千万不要小利 千万不要小方便 菩萨为众生故 从非亲你婆罗门居士所 求百千衣 及自事与 当观施主堪与不堪 随师应受 如衣亦如是 如衣如是 自黑流 令非亲你 即施职 为众生故 应促职 娇车野恶具 座具 乃至金银百千 亦应受智 如是等 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声门遮罪 菩萨不共学 住声门律仪界 为之众生 若嫌恨心 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是名为 凡众多凡 是凡污染起 若懒惰蟹 住小利小作小方便 凡非污染起 若不研读佛经的人 看完这一段 一头雾水 不知道他在说甚麽 鲁华诗尼 不是赏赏 学姐 根本不知他讲什麽 即是讲什麽 里面讲什麽 菩萨和声门不共修的六条 戒上 他把它标出来了 后面讲 是菩萨和声门不共修的六条戒上 他把它标出来了 后面有六条戒上是不共修的 讲到这里 下面讲有六条戒 菩萨和声门不同 不同 不共修的 菩萨要做的 声门不能做的 菩萨可以做的 我们学戒律 不是盲目的 背戒律就可以 要明白戒律里面的逻辑 要明白戒律里面的义理 这里的戒律 告诉我们 有些戒律 因为这部戒律是通于在家出家 他跟出家人说 有些声门的律 在这里 有多些开许的 即是说 你声门那里 菩萨可以做多些 他告诉你 但他只是举六条 为什么不可以举那么多 只是举六条 哪六条 说这六条戒律 必须要说出家的戒律 现在有人说 你现在讲戒律 你可以像 在家人讲出家戒吗 如果是在家人 不讲出家戒 你怎么解释这个戒律 不是完全一讲都不准讲 一讲就是犯 不是 你看机缘 你看情况 在戒律里 明明是讲 有六条戒律 是不共修的 你根本 不讲出家的戒 你怎么可以解释它 不是盲目的 不是盲目的 不讲不讲就不讲 你要看情况的 所以你听到人家讲 菩萨戒 他也讲一点出家的戒 你说 不要讲 不要讲 不对 是你不对 不是人家不对 不是 不是盲目的 不听不听 不是这样的 你要用 聪明才智 去分别 所以你听一讲 不准讲 不准讲 怎么解释这条戒 这条戒就是解释 声文戒里面六条戒 与菩萨戒不共修 以前的高僧大德 的看法 与在家居士讲不讲 出家戒 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偶益大师 不可以讲 黄一法师和印光法师 都是看情况 但我们现在 处于这个社会 你要印出家的戒本 你是不是在寺院 买个机器自己印 你也要出去外面印 如果你请人教队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出家人教队 你出家人教队 你也要去printing factory 而且人家的internet 被人一按 就什么都看到了 你以为人家看不到出家戒吗 我们不准 不向在家人讲出家戒的意思 就是 如果在家人看到出家戒 如果这个人不懂得佛法 他知道原来出家人有这些戒 这个出家人没有手 这个没有手 他就猛去说 猛去批评 猛猎 猛猎 他又不对 为什么 出家人犯了某戒 他有自己开会 自己决定 自己去审判自己 有自比猛猎的方法 你也不是他那些人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你也不是出家人 你去管别人的戒律 干什么 而且你利用 懂得出家人的戒 妄加批评 或者你批评错 所以千万不要说别人是非 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人犯 尊讲人闲话 尊讲人是非 以是非做人情 不要说出家在家戒 就是在家人 先不要说戒律 甲说穴的是非 穴说丙的是非 尊讲人是非 是非以我传我 本来不是是非 讲到是非 所以 在家人已经犯了是非 这个规矩 如果让他知道出家人的戒 不得了 大写文章 大讲是非 那又是什么 你诬蔑出家人 或者看错 你无根捣 无根据 看错 如果你随便说出家人 犯戒 宣传是非 很大罪过 如果出家人没有犯 你没有根据 而说出家人犯戒 你诬蔑出家人 结果 他可以盗很多人信佛 盗多人止恶行善 因为你诬蔑了他 那些人听他说 作恶 你说你犯罪多大呢 我说你犯罪了他 你犯罪了他 人犯罪了我